黑帮大佬追女友 先强 后虐 再宠爱 就算你铁石心肠也逃不过大佬的温柔香 本一直抗拒大佬的索菲亚 渐渐对大佬动了心 而怕索菲亚担心父母和刚刚出狱的妹妹 大佬便把三人请到家中一劫索菲亚思念之苦 也就是这次 让大佬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索菲亚见到安然无恙的妹妹很是开心 然而就当父亲靠近自己的那一刻 她神情立刻变得慌张 大佬一眼便看出端倪 急忙挡在二人中间 索菲亚异常的模样让大佬心中很疑惑 就在几人用餐时 大佬宣布几日后便与索菲亚完婚 母亲一脸忧愁 她对索菲亚绑架之事耿耿于怀 为了消除索菲亚母亲的步虑 大佬承诺定会让索菲亚幸福 但此刻的父亲却异常的兴奋 甚至得意忘形地拍打大佬的肩膀 可当父亲再次靠近索菲亚时 那抗拒的眼睛大佬见受眼底 送走父母后的索菲亚 被大佬带到空中花园 此前想后大佬还是问出心中的疑惑 索菲亚为此很吃惊 因为大佬是第一个发现自己的不对劲 看着索菲亚的模样 大佬便以未婚夫的身份告诉她万事不怕 在大佬的再三追问下 索菲亚终于放下戒备便说出埋藏心底的秘密 原来在索菲亚年幼时 父亲趁母亲不在家中经常便把她锁进柜子内 而当自己成人后 父亲更无耻地开始偷窥自己 甚至在18岁生日当天偷偷摸摸来到房间内 伸出了那双恶魔之手 多亏自己的反抗父亲才没得逞 大佬听后无比痛心 他也才恍然大悟为何索菲亚惧怕被关起来 感到羞愧的索菲亚转身便要离去 却被大佬拦下 大佬的深情告白打动了索菲亚 索菲亚深情的一吻 让大佬魂牵梦绕 夜晚他便以关心索菲亚为由 再次来到他的身旁 大佬已经不再束缚索菲亚 他告诉索菲亚电话随便打 房间随便出入 这让索菲亚很吃惊 随即二人便呼道晚安 突然大佬向前靠近 眼神变得火热起来 随后便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就这样 在大佬的强势软弓下 终于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然而一切的美好正是噩梦的开始 转天大佬便再次把索菲亚的父母请到庄园 以参观庄园为由 大佬把索菲亚的父亲带到了城墙上 不知危险临近的老头 还在滔滔不绝夸赞着庄园的雄伟 突然大佬掐住他的脖子 无耻的老头还在狡辩时被冤枉 这无疑彻底激怒了大佬 大佬警告老头 如果再胆敢窥视或是有非分之想 那一定扔下去喂狗 而不知道大佬为自己出气的索菲亚 幸福地试着婚纱 当他希望仆人能为母亲拿杯咖啡时 却遭到仆人的讽刺 这次索菲亚没有再忍气吞声 他叫住仆人 眼神中流落出从未有过的凶狠 索菲亚警告仆人如果再不尊重自己和母亲 就立马把他赶出庄园 并且告诫他以后不要再出现自己的面前 一向温文尔雅的女儿让母亲大吃一惊 而母亲却不知 当女儿改变的那一刻 就是索菲亚把他自己带入死亡的那一刻 你一直都不敢过的那一刻 我一直都不敢过的人 我一直都不敢过的人 那么对付他 像 prompted那些亚立再看